一旦大家留意了很久的轉會 終於開始有一點眉目 就是曼聯 簽龍門 迪基亞離開 無論如何都要簽龍門 傳出了很久的 奧蘭娜 喀文龍門將 之前曼聯出價 之前一開始 個人條件已經談好了 但是跟國際米蘭那邊 轉會費 似乎還在拉鋸 國際米蘭一直站著想要6000萬歐元 當初曼聯是4000多萬 有差距 談了很久 最終現在 應該是用5000萬 歐元 另外再加500萬歐元的浮動條款 這樣 雙方都同意了 奧蘭娜現在的錄影時間 就是 半夜的3點多 接近4點 仍未官宣 不過 昨天已經有人拍攝了 奧蘭娜在米蘭那邊 就已經坐飛機過去英國 過去Manchester那邊 然後 昨晚的時間 即今晚時間 英國時間 今天 今早 有片子已經拍到 有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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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已經到了卡林頓 即萬聯訓練場 進行看測 進行看測 看測也經過了幾個小時的看測 然後 Twitter不斷有消息 連Ferbicio那邊也有 OK 看測已經過了 Ferbicio也出了一個Post 就已經是 用了Emoji 簽東西的Emoji 然後就踢了萬聯 似乎真的等官宣 因為只是在文件上 欠了文件上的東西 到現在這一刻仍未是 Official Announcement 但是 消息不斷就說已經是 簽了 Agree 以及 已經在拍照 儘管看看 是否真的盡快就有這個官宣 但是做得這些事也有9% 是Affirm 只是只是欠一個儀式感 也就是 Orlana 就是 都應該 都可以說欠一個官宣 即是欠在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對呀 欠一個 凡文玉節的東西 欠一個其實已經是 萬聯的球員 萬聯的新澳門 Orlana 它的新價 如果違反英鎊 47.2m 4720萬磅 如果以整個足球坦 整個足球坦 如果以 高薪價的盧門來說 他排第三 最貴當然啦 就是2018年 阿領隊 阿里莎巴拿加 在筆爾包過去車仔的時候 就用了買斷條款 7,160萬磅 然後第二位就是 艾利神 也是同一年 2018年 由羅馬過利物浦 6,700萬磅 Orlana就已經是 咦 已經是 押過了 二五圖 古圖 奧斯 在2018年 或者2018年 專門是 旺一些高薪價的盧門 也是由車仔去黃馬的時候 用了3,500萬磅 當然啦 艾達神 當然 17年過去的時候 3,500萬磅也不夠 已經是排第四了 寶方當年 01年 都用了祖雲大師3,260萬磅 去尤柏爾馬簽過去 所以呢 奧蘭娜就已經暫時成為了 全世界第三高薪價的龍門 當然啦 新界這些東西 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不是說什麼的 就不代表他的實力 未知相對掛勾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 我們看東西就不要那麼表面膚淺 當然啦 奧蘭娜來到曼聯 會帶來給曼聯些什麼呢 大家最關注的是 他是不是很敵機呀 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 奧蘭娜這個 新的曼聯盧門 開始這條片之前 呼籲大家入圍頻道麻煩 Subscribe和Share這條YouTube Channel 訂閱了他 好嗎 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大家也在下面留言 按LIKE、Subscribe和Share 這樣增加YouTube推播的機會 暫時聲音直播 接下來就除了 有三場的女子世界盃 因為 受人所託 所以開了 會開聲音直播 之外 求歸 暫時將會結束 未有這個聲音直播 但會繼續有錄播節目 以及盡量每個星期都開一晚的Live 跟大家更新一些傳會 希望大家在錄播節目中 劉喜賢 以及Live 一起進來 一起湧水 聊聊聊天 但還是那句 以禮相當 互相尊重 謝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可以追蹤 追蹤PATRICKLOW的IG 希望大家追蹤 謝謝 奧蘭娜 這個龍門 其實奧蘭娜 今年 都是 27歲 奧蘭娜 黑文龍的球員 在黑文龍出生 其實 今年27歲的奧蘭娜 大家可能會說 用腳法的方面不錯 因為出自雅即是 當然 純粹因為出自雅即是 奧蘭娜自小就加入了 由 前黑文龍球星 也是現任黑文龍足總主席伊道奧 在他們國內開始的足球學校 接受這個足球訓練 自小就已經 在足球學校接受正規的訓練 到了13歲的時間 他 一直在足球學校表現得很突出 算是頂級的 在13歲的時候 透過伊道奧足球基金 有趣的補送到他 巴塞隆娜 大家聽到這樣就知道 巴塞出品的 大家明白為何他 會用腳那方面用得那麼好 意識那麼好 當然 去到巴塞 當然是送你進去什麼呢 著名的拉馬西亞足球學校 拉馬西亞出品 必屬佳品 但是這樣 雖然不是拉馬西亞出品 但是由於拉馬西亞大佬 大家都知道 人才背出 人才背出 競爭就真的太過激烈了 要出頭 捱出頭 真的比較 要總有出頭天 難度是挺高的 所以奧蘭亞 不等了 等了那麼久 只是拉馬西亞其中一個 小小的學員 索性在18歲的時候 算學有所成 索性在18歲的時候 所以偽然就離隊 再出一個決定 離隊 離開 去到哪裡了 展選又去了什麼 直接也不是展選 去了什麼 就去了亞即時 因為 亞即時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體系 跟拉馬西亞都基本上同一條 搶出來 差不多 令到奧蘭亞都可以學耳自傭 更加可以銜接 來到亞即時之後 開始 由於當時 亞即時的正選盧門位 就是由 當時的荷蘭國家隊首席門將 斯利臣 基本上坐得很穩 就是他做的 所以奧蘭亞又年輕 又初來報道 怎麼會這麼快讓你有個正選呢 所以 他最初還是在預備組 或者是異隊上陣 但是 當斯利臣在16年的時間 轉頭 是巴塞隆拿 即是整定的 你現在是巴塞 現在這個正選隆 就是幾年後 就轉了巴塞 這樣 所以跟著 奧蘭亞就成功 可以說就是 接替了正選位置 擔正 擔正 擔正後的第一季 奧蘭亞為球隊成功 散入了歐巴杯的決賽 雖然最終 不敵 當時由 Daddy 摩連奴 帶領的曼聯 屈居亞軍 但是包括 奧蘭亞在內的 亞即時的年輕球員 整季的出色表現 已經贏盡了很多掌聲 接著1919年到球季 奧蘭亞也有著很高水準的表現 他的力玩狂眼 也開始 更加 成為了 當時 何甲一火 可以說是一個 最要眼的龍門 結束了 曾經幫助球隊 重奪了五季的聯賽冠軍 然後在1819球季 幫助球隊在避看淡之下 在歐聯的先後 十六強和八強 很有說服力地 淘汰了 和馬和祖雲達斯這兩支歐洲班霸 成功殺入四強 雖然最終 輸了給二次在四強 緊敗於二次 但是 奧蘭亞在內的一群年輕球員 包括 法蘭基迪 莊 迪列特 亦都被人很有好感 真的 亦都受到很多豪門球隊的追逐 重點的觀察 其實當時有傳 即使也被人拆骨 不過也算是頂到 奧蘭亞其實當時已經被很多人看著了 他們已經 以後就很快會跳去大會 當時包括車路士 國際米蘭 巴塞 甚至他的舊會 舞會巴塞 都說他的重點 打算看著他 隨時就把他簽回來 不過 好景不上 奧蘭亞在 21年初的時間 被驗出服用禁約 曾經 所以被罰停賽九場 突然停賽九場 當然沒有人簽你 簽回來還要坐 誰那麼妄狗 當然是讓你停了 他聲稱 奧蘭亞就聲稱 我真的服不服了我老婆的藥 所以 才是頂了東西 但是當然 體育仲裁法庭當然是坐了 坐 坐九個月 然後 21年底才復出 但當他復出後 他的正選委 就已經被老將 老牌門將的帕斯維亞 已經取得了 加上當時 跟阿積斯已經快要完約了 所以 一直都是坐冷板凳 在下半位都是坐冷板凳的 就算 當時也為了 曾經在 效力阿積斯期間 為求到三奪 荷甲聯衝冠軍 奧蘭亞最終決定在去年 夏天約滿就離隊 自由身去了意甲 空降意甲 加上國際米蘭 簽了五年合約 到了國際米蘭之後 奧蘭亞的表現也是不差的 最初季初他還未完全是正選 因為 斯蒙蓉恩沙基也覺得是 給他有一個 適應期 或者是逐漸去接班 好過一開始 一開始就給他打正選 如果呢 又怕信心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就 老將漢丹樂域 在聯賽那裏 出 奧蘭亞最主要 主力就在 歐洲賽那裏出 但是跟著呢 就去到這個 逐漸去到季中的時間 歐蘭亞就已經取代了漢丹樂域的正選位 成為了正選 他的表現也越來越好 幫助就是國際米蘭拿到歐聯的入場券 來季可以繼續踢歐聯 之餘 亦都成功殺入 今季歐聯的決賽 殺入了歐聯決賽 雖然 這一場球最終國際米蘭 歷戰之下 一球輸了給季城 我屈居亞軍 但是歐蘭亞的表面 真的可以說是令人 激節讚賞 他曾經救過 單島球 近射 亦都很多次 展現到他 出色的全球能力 甚至乎令到季城的哥迪奧納亦都大讚他 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歐洲其中一個頂級龍門 覺得是一個 沒有理由 一直都被埋沒的 覺得他應該是 值得更加多的掌聲 所以 歐蘭亞 現在最終 來了曼聯 歐蘭亞 歐蘭亞 有什麼特點呢 歐蘭亞 這個龍門 作為龍門 基本攻 很重要 歐蘭亞 其實在基本攻 是很紮實的 很紮實 越來越有大將之風 在領導防線方面 歐蘭亞如果大家 看到 即是覺得 他 即是來到 幫不幫到曼聯 先不要說什麼後場build up 始終龍門 最大角色的最佔最大部分 真的是防守方面 因為 作為龍門就是 幫手擋球 不要讓對手入球 這個最重要 大家可能經常覺得 換了這個龍門 有沒有迪基亞那麼好啊 其實 歐蘭亞呢 如果你說在 防守方面 真的不用說什麼 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首先歐蘭亞 本身身材高大 1.9米 有6尺3 那麼 其實他的制空能力 也不差 不差 特別 曼聯一直以來 就算塔克來到之後 防守 在兩邊出球 和制空方面 經常都為人救病 特別防守死球 雖然是不知為何的 雖然剛剛那個球鬼叫好一點 但是 距離的好字都還差一段 那麼 那麼 一來就因為防守配置的方面可能出現了問題 二來就 始終 迪基亞在對抗的能力和應付兩邊出球的能力 都不是說十分突出的 可以接受但是不算突出 好了 奧蘭娜就真的可以改善到這一點 即是很簡單 奧蘭娜 如果在兩邊來說 大家要說數據 是吧 迪基亞在攔截傳中率 就 3.1% 而奧蘭娜 攔截傳中率 6.1% 剛剛一倍 大家要說的 這件事也是 大家知道 防線那裏 有一個叫175 馬天尼斯 1米75 新高問題一向都是成為一個被人擔心的地方 雖然他的路數真是好 但是始終 當遇到對手的 蕭美 特別 例如愛華頓 戴智球隊 那些 即是卡華里雲 就湧過來 那你不就糟糕了 但是如果奧蘭娜 就真的在這方面 因為他都很肯出的 他很肯出的 這件事比迪基亞好一點 雖然迪基亞有改善 但是還是不夠 而奧蘭娜是很肯出的 經常性衝出來 即是打手錘也好 甚至是摺埋也好 還有他那個 在盧門的閱讀球賽能力 以及視野方面 判斷 是不錯的 大家有看耳甲就知道 那時候 很多時候的死球 吊上他的球 他也很多時候是迎刃而解的 以及 在今季 在為國際米蘭上任了24場的聯賽中 有8場都可以保持不失球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所以奧蘭娜如果你說防守方面 他絕對不差 歐聯決賽也展示到了 曼城這麼多攻勢的時間 都可以給他一一霸解 就是差那一下 要落敵射到這麼刁鑽的位置 才可以射攻破到他十字關 可以看到 另外當然他最值錢的方面 也是最多人談論 就是傳球的能力 在後場做球的能力 奧蘭娜 一向腳下功夫就像 因為他是拉馬西亞出身 在傳球方面 在後場build-up方面 絕對 不用擔心 普通開一個盧門球 大家看看 這個真的不是人給人的問題 而是找到這張圖 其實你看到 奧蘭娜的落點 綠色那些就是成功 可以開到隊友那裏 紅色當然是 炒了 開實了 你看到的 很簡單的圖片 已經看到這件事 只是一場球 即不是一場球 在歐聯賽事入面 奧蘭娜開龍門球 那些次數怎樣怎樣 和在幾下英超 當然你說開龍門球 可能不代表什麼 但是可以看到他傳球方面 再看看這個 他在長傳方面 成功率真的不差 剛剛的球櫃在意甲裏 奧蘭娜錄得 平均每場球 有超過六次成功的長傳 其實以這個龍門來說 真的都算是很好的 數值 很好的數字 真是 六次 一場球有平均有六次 其實 已經OK了 再看他那個 如果在後場 build up 當然啦 就算隊友給他 然後再猜出來 他亦都很狠 那麽這些 那麽這些 在拉馬西亞 甚至是 阿滴士那裏 已經訓練有數 對他們來說 就是 奧蘭娜在後場build up 這件事 還有因為 為什麼 是 令到 坦克決定 真的是 下定決心 除了因為他的戰術問題 之外 就是 要換龍門 就真的說 除了戰術問題 以及 真是 對曼城那場 運足總盃決賽 迪基亞自己也不爭氣 真的有些不爭氣 即是一個特別的 迪基亞你見到 和對面 曼城那邊 都是後備龍門 奧迪加 那個 passing race passing successful race 真的明顯是 被比下去 很多時 迪基亞一拿到的球 好像有少了 不知如何 沒得怪他 因為他真的不擅長這件事 奈何 你現在好了 你說龍門怎麼撲到 但問題真的是 再一次那句 你的領隊就是要那套球 你 追不到那個步伐 也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你明白你的撲救 你之前救了球隊很多次 但是問題就是 看到的future來說 不行 你有進步 但是眼睛是差一點 就是 那奧拉娜 是不是 如果你說只在歐聯決賽的奧拉娜 在49次的全球成功率 是有76%的 可以看到他 可以看到他也是很全面 說到歐聯決賽 有幾下可以看到兩個場傳 大家可以在畫面看到 其實奧拉娜 拿到球 你會不知道 一定會被人拘捕嗎 一定會被人拘捕 遇到 你看到他很鎮定 對腳拿著他很鎮定 你會看到這個位置 貝拿道斯華封了全球路線 然後中間的 迪布尼封在中間 然後左邊基利薯封在左邊 我看你怎麼給了 奧拉娜 他真是 奧拉娜 貝拿道斯華 走一下 走到出來三閘線 是吧 被人逼住 你以為甚麼呢 幾個身邊的 你就算被身邊的 都很容易被人拘捕了 因為被後面又沒有意思 他索性是嗎 整個直線給渣拉娜 你看到箭咀 就是那個位置 這些是有 膽量或者是視野的路門 他真是很大膽 他很多時候都很冒險 那些全球是很冒險的 那麼 亦都是啦 你看到出來的位置 三閘線 差不多去到中圈位都可以 就算他 令到他就算幫喀文龍 拿到 曾經拿過非洲國家盃的冠軍又怎樣 在世界盃 他對著瑞士那場球 真的很多次 走到出來差不多中圈的位 那些青道夫的踢法 令到喀文龍的教練 桑梓 就有不滿 勸他不要上來那麼多 你留在後面 但是他又覺得 不是不是我這個我踢法 最終呢 他就索性 那我就不要了 退出國拉隊了 那麼 令到這樣就不能說了 那麼再看看 過去一季 在國際米蘭那裏 你看到雖然多數都是在禁區裏面 電波沒有正常的露門 但是當出到禁區外面的話 有14% 再加上其他位置的不止 是不止14% 應該算 都很瘋狂的 即是他很狠出的 很狠出的 很狠出的 無論是幫忙去做球也好 或者幫忙去做攔截 幫忙去包球也好 他就真的 不為餘力了 這件事 所以 為什麼會這麼巧萬聯呢 好了 現在終於來到和坦克重聚了 坦克應該有他的說明書 即是那時候 那當然 Oranla 這個新駕和他 一直以來 大家很期待的表現 真的令人很期待 要求一定高 但是有些心理準備可能要給大家 開頭的時間 始終一個未踢過英超的球員 一個這麼技術流的球員 來到英超 少不免真的要交學費 之前有些人都說會不會好像 這次真的是 他會 會不會 一開始要派交 立即有些片 拍他之前派交的 覺得人誰無過 寶方 孫米糕也有派交之事 沒有什麼的 那些也不需要無謂放大 只要看著眼現在 但問題呢 他來到之後 就預計了會有些黑漆鏡頭 首先你要明白你的隊友也要習慣到你的踢法 就是 還有 開頭來到英超 真的開頭 怎樣都是 要學一下東西 強如就算是艾利神 艾達神 都會領個東西 Anyway 就算他最終好像是鮑和 郭帝爾鮑和 像黃大仙那樣 應該都是開頭 但是大家有心理準備 開頭預計了會有 這樣的 黑漆情況 可能會有派交 但就不會因為這樣 就立即去判斷一個人的死刑 我相信那時候一定有很多人會抽水 都說迪基亞好的啦 留回迪基亞就好了 有些事情不用這麼死的 可以放長眼 再看多一點 有些事情不是一兩場球 一兩個月就可以 斷定到他是不是 一個差的龍門 但是起碼 快點解決了龍門這個位置 你可以散貨 看看能否買多開洞 甚至乎買多中場 就算是完成了 起碼你現在 要買的位置 也要升級了 所以 Orana 來到 Welcome Welcome 來到 這個奧脫幅 我希望Orana 可以有一個 很出色的表現成為 曼聯下一個轉期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放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CLSS Come and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在Youtube 按鈴鐺 收通知 正常來說新節目和Live 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 PATRICK 萊宇奧的IG 因為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出post 亦都會 訂上IG story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Bye Bye